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個圓的位置關係 這個平面上如果有兩個圓 那麼他們兩個之間可能的位置關係有幾種 第一種就是像圖面上這樣 這兩個圓離的遠遠 它並沒有相交也沒有碰在一起 那這一種情況我們就把它叫做外離 那為什麼離沒有問題就離開了 那為什麼叫一個外呢 等一下就會知道 那第二個當兩圓漸漸靠近 它碰到一個點上去了 那這一個點不多不少 就剛好那麼一個 像這一種情況我們就叫做外切 那切沒有問題我們就切在一個點上 那為什麼加一個外呢 等一下就會知道 好 那如果我們繼續往前進 當兩個圓繼續在外切的狀況之下 繼續往前進 你就會發現它產生了兩個焦點 像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把這兩個圓的位置關係叫做香蕉 就是香蕉為這兩點的意思 不是吃的那個香蕉 好 那如果它繼續下去 兩個圓又只有一個焦點在這個地方 那這種情況跟剛剛的外切 只有一個焦點不一樣 它是在裡面 所以猜猜看這個要叫什麼 沒有錯 它就叫做內切 它是切魚點 但是在內部叫內切 那繼續往前走 那這一種情況它沒有焦點 兩個人是分離的 兩個圓是分離的 那這一種情況在內部又分離 那我們就叫做內裏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兩個圓的位置關係 大致上來講這五種 一個就是外裏 第二個就是外切 然後香蕉內切跟內裏 這五種 那當然有一些特殊情形 我們後面會提到 但是兩圓的位置關係 大致上來講 就外裏外切 香蕉內切跟內裏 這五種關係 好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兩位置關係的判斷 在還沒開始進入這個主題之前 我們要先來談一個觀念 這個東西也叫做連心線段 什麼叫做連心線段 就是連接兩個圓的圓心 所形成的線段 我們就叫做連心線段 換句話說 這裡有一個圓 它的圓心在這邊 然後這裡有一個圓 它的圓心在這邊 我把兩個圓心連接起來 這個就叫做連心線段 那因為我們會用到這東西 所以我們就先預先介紹一下 好 這裡就是我們剛剛所介紹的兩個圓 可能的五種位置關係 分別是外裏、外切、香蕉、內切跟內裏 那我們怎麼去判斷 這兩個圓到底是屬於哪一種關係 首先我們先來看 外切跟內切這兩種 在開始介紹之前 我們先講一下 大圓的圓心我們叫做O1 小圓的圓心我們叫O2 大圓的半徑我們叫R1 小圓的半徑我們叫R2 好 我們來看一下外切 在外切這個情況的時候 它的圓心O1跟O2 所形成的這個連心線段的長度 它剛好會等於大圓的半徑R1 跟小圓的半徑R2兩個相加 換句話說我就知道說 在外切這一種情況的時候 它的連心線段長O1、O2 會等於R1加上R2 這是外切的情況 接著我們來看內切 內切大圓的圓心O1在這邊 小圓的圓心O2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O1、O2這個線段 它會等於什麼呢 它會等於大圓的半徑 減掉小圓的半徑 換句話說 它就會等於R1減掉R2 這是內切的情況 它會等於大圓的半徑 減掉小圓的半徑 剩下的就是這個連心線段 好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看 夾在這兩種情況之間的相交 那相交呢 它會比外切來的小 但是它會比內切來的大 因此我就知道 在相交的情況之下 這個O1、O2 它會夾在R1加R2 跟R1減R2之間 就是夾在這兩個中間 它區隔開 它剛好會介於這兩者之間 這就是相交的情況 OK 好 再來外理呢 外理很明顯 這是R1 這是R2 你會發現兩個加起來 還比O1、O2來的小 所以我就知道 外理就是這個O1、O2 會比R1跟R2的核還要大 這是第一 外理 那麼內理呢 它這個O1、O2 它會比內切還來的小 所以O1、O2會小於R1減R2 這個我們就叫做內理 好 那麼因此 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可以透過連心線段 還有兩個的遠的半徑 來判斷它的兩個遠的位置關係 當它是外切的時候 那麼O1、O2 剛好會等於R1加R2 當它是內切的時候 O1、O2 剛好會等於R1減R2 如果它是相交 剛好介於R1減R2 跟R1加R2之間 如果是外理 它會比R1加R2還要大 那如果是內理 它會比R1減R2來的小 這就是我們用半徑跟連心線段長 來判斷兩個遠的位置